花莲县寿风乡的平和国中棒球场108年启用后 举办过多项的赛事 昨日副总统赖清德视察之后呢 是希望能够成功的复制棒球场的比赛场地 除了球场外 周边的设施完善 能够在有限的经费500万元内就完成 副总统表示 这是每一个地区在发展青少棒时值得借进的 三年前的和平国中 把校门对面原本杂草重申的和川地改造成简易棒球场 是在一次机缘下碰上体育署访试 在相关人员的协助之下 提报新建棒球场计划 申请到体育署的500万经被补助整建球场 校长黄建荣表示 棒球场的相关设施完备之后 也举办过多次的棒球赛事 提升了平和国中棒球运动的知名度 平和国中的棒球场是在107年 规划申请 获得体育署的补助500万元 那我们在108年的4月份完成 这项工程 那非常感谢体育署大力的支持 以及花林县政府的补助 让我们的球场很完善 那昨天副总统亲自立临本校来看这个球场 那对球场的规划设计感觉到非常满意 那副总统表示希望以平和国中的棒球场为模式 能够复制到花林县其他的球场能够有这样的完善的规划 球场正式完工后除了一座标准距离的球场 左右外野325英尺 周外野400英尺 两侧牛棚各两道 与一旁的人工草皮的打击练习场 这些都是其他学校没有的标准练习场地 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发现 因为经费还是不太足的情况下 我们只有把该有的硬体设施完成 那现在需要在补强的部分 包含观众席的建制 以及观众席的遮阳部分 我们需要再强化 那以及外野的部分 我们外野我们希望建制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观众看台 那将来在办理大型的比赛的时候 观众有地方可以去休息观看 平和国中棒球场完善的环境相当受好评 根据黄校长转述 副总统说设备的维护经费不易 好的球场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支持的 也让许多到场比赛的球队教练都十分羡慕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播的